老人将三套房子赠予孙渝,反被赶出家门,最后孙渝一家身败名裂,今天我刚搬进新房,还没开始收拾房间,就听到了隔壁的吵闹声,我开门一看,发现隔壁有个老人被赶了出来,周围围满了很多邻居在凑热闹,我打听了一下,邻居说这老人把三套房过户给孙渝,结果孙渝直接把他赶了出来,我大吃一惊都2022年了,竟然还有这么高素质的人,事情是这样的, 我隔壁住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,由于老人年事已高,丈夫儿子早早离世,所以无依无靠的老人只能独自一个人生活,不久之后,他的孙女因为工作需要搬过来和他一起住,老人因为孙女的到来特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,刚开始两人在同一屋檐下各自生活相安无事,今天孙女无意间听到老人和村委会的对话,意思是说老人因为拆迁补偿得到了三套房产, 而奶奶的老伴和儿子又已经早早过世,此时孙女的眼睛突然发亮,仿佛发现了藏宝图,接下来的日子,孙女经常下班带吃地回来给奶奶,也经常陪奶奶唠嗑,并且有意无意地提到奶奶的三套房, 奶奶,您现在不是有三套房吗?一套我们俩住,另外两套就出租出去多好? 这时的奶奶只是觉得孙女在关心自己,也就没多想,所以这段时间奶奶对孙女的好感度迅速攀升, 然后奶奶觉得孙女挺孝顺的可以给自己养老,所以就打算把三套房子过户给孙女, 于是第二天奶奶就带着孙女去房产局,把三套房过户给了她,就当两人高兴地走出房产局准备回家时, 孙女却说自己临时有事,公司要开会就离开了,奶奶也没有在意,以为自己的宝贝孙女工作比较忙,就自己先回去了, 奶奶回到家后做好饭菜等孙女回来,可是等了一晚上也没见孙女回家, 实际上孙女并没有去公司加班,而是回到了自己家和老公开香槟庆祝, 老婆,那个房子的事情确定没有问题了吧,没问题了老公,那个老太婆还真以为我会赡养她,真搞笑, 到了第二天,一回到家的孙女本性就暴露了,态度和之前是180度大转变, 而奶奶依旧认为是最近孙女工作上的压力太大了,也就没有太在意, 有一次奶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,刚巧被孙女撞见,随之孙女就开始破口大骂起来, 你个老不死的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,或这么大岁数洗个碗都不会, 可奶奶还是一个劲的道歉,并没有觉得有啥不对劲, 只是觉得最近可能是孙女工作压力大导致脾气大, 对一万步来讲,只要孙女能够陪在自己身边就好了, 并不奢求她能够做得面面俱到, 下午奶奶在菜市场买菜结账的时候, 发现口袋里已经没有钱了,于是打了个电话给孙女, 最近我正在玩一款游戏,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, 试试左下角这个,里面有冷艳秘书,黑丝女仆, 热情护士,魅力空姐,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, 百款女友任你挑,玩的时候小声点,不要被人发现了,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,赶紧点击试试吧, 哦对了,孙女你有零钱吗,我买菜没钱了, 我没钱,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个盆,你去街上自己逃去, 回到家的奶奶为了不打扰孙女, 她收拾起行李就搬去了另外一套房子, 想着收点房租,也可以补贴自己日常的开销, 第二天孙女接到电话,得知自己的其他房子的租金被奶奶收过去了, 她气急败坏,二话不说就把奶奶告上了法院, 在法院里孙女说,因为房子已经过户给了自己, 老人无权出租房子,要求老人对自己进行赔偿, 奶奶则是欲哭无泪,向法官倾诉这段时间所受的苦, 被告上法庭的奶奶,此时心里也是五味杂陈, 但更多的是愤怒,自己将三套房子全部赠予了孙女, 单纯是为了能安享晚年, 结果孙女不但不赡养,甚至还想将她赶出去, 法官听的也是气不打一处来, 就当孙女以为自己胜券在握时, 法官认为,老人将三套房产赠予孙女的目的, 是希望孙女能对自己进行生养死葬, 因此这个赠予是富有条件的, 可是孙女并没有履行义务, 严重违反了公序粮俗, 因此老人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, 撤销赠予孙女的三套房产, 最终法院判决三套房产归还老人所有, 接着这个事情被媒体大肆报道, 孙女二人都因此丢了工作, 任何公司都不敢用它们, 最后它们成为了街上人人唾弃的废物。